课程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咱们来学习一下 诺下坡增发损失 首先先讲一下连接 讲完连接再做实验 咱们从这个锅子开始看 这个管道出来 咱们接缓通瓶的这个三通 这个三通 你看这个玻璃管要按得高一些 大概有一全高 然后这三通的下面接玻璃瓶 这个接咱们仪器的闭口 看一下这个口它进去之后 是到仪器内部给传感器的 然后里面又有个传感器连接的三通 是跟这个压插剂并连 我们这个用的是法国凯茂的压插剂 这边接好了再回来看一下 这个缓通瓶 缓通瓶这块 另外一个口 它有个比较高的管子 它有个比较高的管子 这就把我们这个长管子插上 另外一个瓶插这个短管子 插在这个口上 就让这个气流过来 流过来之后 那么我们第二个瓶的 第二个口再插这个 插个这个仓管 让它也是高一点 高一点 这个管路走 走走走 给我们这个 这个带螺旋 螺旋线这个东西 这个是蛇形冷凝器 什么意思哈 就是说 它通过这个蛇形管 从上走到下 走到下 它会经过冷凝 然后把这个油冷凝到这个 我们这个三角瓶里面 然后 这三角瓶这面 它有一个 有一个口 这个口啊 我们插到一切 后面去接泵 就从这个 上面这个口 进去是给泵的 那么下面这个管啊 是泵的废气口 接到窗外的 我们在整体再看一下 整体再看一下哈 这蛇形管 这边 它有两个小口 这家小口是 尽量接上这个 冷却的自来水 让它进行冷却 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就把它两头堵上 堵上 装上冷水 我们再转到后面哈 角度看一下这泵 你看这个泵 上面这个管 这上面管就是进气的 这下面管就是排 排气的 咱们这个泵啊 它要时间长了 如果压力不够了 就可以更换一下 这个换也比较简单 它是由 有 一二三 四个螺丝 固定的 然后这边有个快速插头 要换的话 就把这个插头拔下来 把螺丝更换一下就行了 那我把这泵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泵结构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进气管 进气管 这就是废气排出管 就这个 就更换的时候 就是 这底座的这个四个螺丝 拉上去就可以了 这是油锅锅盖 这油被接入管 这么拧的拧开 如果拧不开的话呢 这让你擦完 它放在上边 它放在下边 然后手一合 就把它拧开了 有个寸筋 如果做完实验以后呢 这个寸筋也保证 不让这个杯子太陡 杯子太陡的话 这里面油就碰到这个锅盖上了 就影响你的蒸发损失量了 这个刻线 基本上65克油啊 在刻线那儿 然后你 增加减少 它就要求实验 装油的65 增幅0.1克 这个 这是 放传感器密封口的 擦上以后 这有活口 它有活口 它有 一公一亩配合 然后一拧紧 它就好了 它就可以密封了 这块 每次实验过后 清洗以后呢 这个孔 要用这个脚刀 过一下 保证孔畅通 然后用这个电线 穿一下这个管 清洗一下 把这管里的油 顶出来 这样头上有脏东西 然后用 滤纸擦干净 做完实验以后呢 让这里的油 要清洗干净 这个扳手 和这个扳手 配合 是把这个管 这个地方 拧紧的 让它不漏气 咱们介绍一下 这个增刷损失数据处理系统 做增刷损失之前 咱们得把这个 处理系统 就放到天平附近就行 不用放到仪器眼前 因为大部分仪器 是放在那个 托风厨里面的 然后啊 我们做实验 首先 先把那个空锅质量称一下 空锅放上去 然后啊 我们点一下屏幕 再看一下这个 屏幕 有上个数值要输入的 上面这个 A要是空锅质量 B要是那个 锅加上油的重量 实验前重量 C要是实验之后 就是蒸发完之后的 锅加油的重量 那么下面这个 样品号啊 可以输入阿拉伯数字 再输个样品号之后啊 把这个 空锅 364.84 输进去 标准要求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就行了 输进去 然后啊 然后啊 我们把锅 倒上油 倒上油 装65 加减0.1克的油 哈 上来称一下 它重量是 429.84 我们输一下 这B就是它的重量 然后啊 我们把这个锅 装到仪器上去做实验 这实验锅装上65克油以后 把锅盖盖紧 这个锅盖盖紧 可以用手直接拧紧 如果扭不动的话呢 如果 你可以用这个扳手再下 这个扳手再上 把它顺势身带一下 轻轻掐一下就行了 它就保证这个锅盖是紧的了 口容密封住 这个 是把手 是把这个 加热袋 张开的 张开以后呢 咱把这个锅子放进去 然后再把它松开 它用弹簧就把这个加热袋给拨紧了 回头把这个管 连上 再把温度扫感器 插进去 攥着 攥下去以后一松手 它就 带住了 下来看一下压力 压力压榻剂 压榻剂呢 应该保证这个 这个水平珠 在水平珠上 然后这个红点 应该在这个零位上 这里是0.87的 密度的 油 咱们要保证 咱们要保证这个管 和这个管是畅通的 没有气阻 如果这个水平没有了 这个水平如果这个 这个球偏右 偏右的话呢 就说明啊 这一气右边高了 这样是呢 咱应该怎么调呢 把这个东西 往上拧 螺丝都松一下 把这螺丝松一下 往上拧 然后把这时候调高 这个管接的是 这个口 我们发货钱送过去的时候呢 货货刚到的时候 是这样式的 是保证它俩是联通的 咱需要把这边这个管拔下来 然后插到这块 就是可以接到压力传感器上了 这边是敞开的 咱们测的压力就是 实际的到20的地方 就是咱们的控制压力 咱一般做这个地方是设定 实验温度是245.2 实验时间60分钟 这个压力呢 是 血管压榨剂和他俩之间的压叉 如果不在工作是不在20的话 你就可以调整一下 现在已经工作好了 你不用调了 这个温度2.0呢 是 温度剂的偏差的 油温的偏差的 如果蒸发量偏大 或者偏小可以调整一下它里 这里 这是返回键 按键开始 这是 按键开始键 它就开始升温了 这个温度呢 是油温度 这是设定的温度 这个是实际的压力 这个是计时的时间 这是实验压力 就是 到前温度 到前压力 也差不多了 现在是 压力放感器测到20.0 这会儿呢 只是在20 这就正常了 然后呢 温度一点点升起来 升到242 45.2 拉平线 到60分钟以后实验结束 实验结束了以后呢 咱把这个 这是自动结束实验 对 自动结束了 就是加热和压力全停 自动停了 对 到60分钟以后 那个温度不加热了 然后开始降温 压力也不停 也也也也也也也 真空门不工作了 停下来了 停下来 停下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停下来以后呢 咱们把这个 拉一下 扭一下 它就松开了 松开了以后呢 把这温度感器拿边上 然后把这儿拆开 把这儿拆开 随时断开它 断开它 把它取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 凉水锅里 凉30分钟 30分钟以后 把这下边的水擦干净 然后把锅盖打开 就这么勾一下 它就开了 保证这个油不要溅出来 松开了以后把它转出来 然后拿着锅子去盛装 咱们这锅实验 在锅盖冷却后 拿过来再撑一下 重量是423.57 那么这结果啊 蒸发损失结果就是 9.6% 那我们点一下 数据储存 点储存的时候 打印和储存啊 它就一起出来了 看一下这结果 就是9.6% 就是9.6% 就靠下这个 类似数据 可以查询一下 今天的日期还有结果 那我们这个就学习完了 那我们这个就学习完了